不要因为一时懒惰和害怕 就拒绝一切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 人生的路就像探雷 探得越多 陷得越深 学会珍惜 珍惜身边的一切 亲人 朋友 爱人 都是我最大的财富 哈喽大家好 我是Fiona 今天终于坐在这里给大家录视频了 在录视频之前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段时间去旅游 然后在跳蚤市场淘到的一个中股款的耳饰 这个有点沉 但是我觉得又很好看 然后就给大家录今天这支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就叫做如何让自己变得快乐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 或者生活的经历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人生的低谷期 或者说一些不太幸运的时期 还有一些不太如意的时期 在这些时期的时候 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 然后如何让自己从一个低谷的心情变得快乐起来 我觉得这个话题呢 这期视频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灭照 那我觉得第一点啊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停止羡慕别人 那个你看你现在有房有车 有爱人 然后马上又要生孩子 工作也稳定 衣食也无忧 多好呀 然后开启了这样一番 就是商业互吹之后呢 我发现大家关注的点 好像都是往往身上别人比较闪光的点 然后忽略了自己拥有的点 他的生活觉得不如意的时候 那就不妨看看自己身上有什么 然后去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人无比快乐的过程 其实我一直在想的就是 人生这条路上啊 就是你得到一些东西 然后同时呢 你也失去一些东西 就是人生这条车轮啊 永远是在得到与失去的这个平衡当中滚滚前进 所以说与其去望着自己那些得不到的东西 就不如去看看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东西 拥有的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 上天给予我们人类有很多很多 就比如说幸运财富 然后你出生就可能含了金汤石 有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或者是金钱等等诸如此类的 就上天给我们太多东西了 但是落到自己手里的 究竟有哪几样呢 有的人拥有了美貌 有的人拥有了财富 有的人拥有了地位 就每个人拥有的东西都不一样 在拥有的同时呢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时间 就比如说亲情 也比如说爱情等等一些东西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到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程度 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拥有的这些东西当中呢 来让我们感觉到知足 感觉到快乐和满足 当然呢我也相信这是人性 当我们看到就是别人身上有但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呢 会不由的会不由自主的去羡慕别人 我只是认为羡慕别人是没有任何用的一个行为 与其去羡慕别人不如就去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手里握有什么资本 羡慕别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觉得啊 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这也不顺那也不顺 然后这样负面的情绪呢就会叠加起来 也会让你觉得啊 我的生活怎么这么糟糕 你看别人的生活怎么过得那么好 但是往往我们在看别人生活的时候呢 也只是看到冰山一角 或者说只是看到了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点点 所以说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的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我们是无从之道的 除非你跟他生活在一起 那么最了解我们自己生活的人 当然还是我们自己了 所以说不要把时间花在无谓的事情上 找到让自己内心平衡的对生活的一些解读 这个过程也是让自己身心灵渐渐成熟起来 渐渐健全起来的一个过程 然后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走出去不要宅在家里 我不知道关注我的这个朋友们 大家可能就是留学生居多 那你们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是宅在家里 还是说跟朋友出去就是喝喝茶 聊聊天是这样的生活 我想着肯定有那么一批人 就是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家里 就是宅在家里 要么做做饭 要么打打游戏 我想着留学生的一个日常吧 或者你有宅家的一段时间 也许你不是一直宅在家里 但是你可能会有宅家的那么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想宅在家里 然后不想出去 不想说话 什么都不想干 有过这样一段时间 然后我发现那段时间过去之后 好像自己也没有任何成长 然后自己的脑子呢 也变得空空的 然后好像也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后来我都意识到这个情况不太好 就一直宅在家里 不跟人交流 不跟人说话 然后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就是对自己特别不好 也非常的不健康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去找一些办法 去跟这个世界产生连结 那跟这个世界产生连结的一个 简单又容易的一个途径呢 就是去找朋友 约朋友去喝茶呀 约朋友去出去玩啊 泡温泉啊 或者去体验一个新鲜的店啊 去看看博物馆 去看场比赛 这都可以 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发现 跟人聊天的过程 跟人分享不一样看法的这个过程 是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一个过程 我想每个人都是有表达欲望的 把自己内心的想法 把自己的一些见解 或者说自己遇到的一些 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 分享给你相信的人 我觉得这个过程 第一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释放的过程 第二对于这个增进朋友之间 对你的了解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所以我觉得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就比如说看游戏呀 或者说看视频 看电视剧 这样的一些事情上 就是尽量的把时间花在 与这个世界连结 与人连结上 我觉得这样的过程 就是让自己快乐的一个过程 跟别人交流聊天的过程呢 就是让你了解新鲜想法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许有意见不完全统一的时候 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接收到了 怎样的新鲜的看法和观点 也有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一起逗走啊 一起就是互吹呀 互砍呀 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交流方式呢 都是OK的 重点是 你在这样的交流的方式当中 你有没有获得你认为觉得啊 我的心情 我的情绪是释放的 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接下来一个 我认为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的办法呢 就是很重要 就是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有时候就是我们很难发现 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你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的时候呢 你就很容易陷入一段迷茫 然后你会不知道 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物 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是让自己开心的 那在寻找让自己开心的 这个行为事物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过程可能是让你觉得啊 我什么都要试一试 试完之后我会觉得啊 这个可能我做起来是比较开心的 那个做起来可能是比较开心的 找到了一个让自己真正开心起来的 这个路子或者是办法之后呢 然后你的新世界就会打开了 我觉得人最幸福的时刻 就莫过于去做自己的事情 而且你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你是愿意为之花时间精力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一定要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 如果说你的本能反应告诉你 这个人是不健康的 他带来了一些非常消极的 负面的一些情绪给你 那我就建议你去远离他 这个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厚道啊 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在非常情绪低落的时候 在低谷的时候 像没有办法传递出一种积极的能量 来去影响别人去感染别人 这个时候你能做的就是要么你有很积极的能量 去把它从一个低谷当中带出来 要么你就去远离他 去积极的拥抱正能量的人和正能量的事 就会让自己的这个情绪啊状态就会渐渐的好起来 也会让自己变得开心快乐起来 我觉得这个情绪能量是可以被传染的 当你身边有一个就是态度非常正 然后想法呀心态呀都非常正的人的时候呢 你就会无形的被对方感染 然后带着你的情绪的状态就会好起来 当你情绪状态好起来的时候呢 快乐自然也就来了呀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忙起来 不要让自己闲下来 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啊 有的人比较享受那种慢节奏的生活 有的人就享受那种每天就忙忙碌碌的生活 我是属于后者 我喜欢就是每天忙忙碌碌的有事干 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前段时间我就有一段时间 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做 然后整个人我都觉得显得非常难受 浑身难受 你都说不上来的浑身都不得劲 然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很不对 然后后来有事情忙了之后呢 整个人的状态就又回来了 所以让自己忙碌起来 也是让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和途径啊 因为闲下来的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 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自己有能力 有情绪 有惊心头的时候就去帮一帮别人 有的时候我觉得帮人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举手之劳 或者是说一点很小的忙 就可以帮到对方了 我觉得用自己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让自己蛮开心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帮助别人的人和被别人帮助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精神状态 这种情绪这种能量就会互相传染 然后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我非常感激这样的帮助别人的过程和被别人帮助的过程 好了今天这支视频就录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用 大家就竹条开始时间起来吧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我的频道哟